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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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简单来说 耐良虽然打得不如石头帅气 但凭借不顾形象 吃苦耐劳的韧性 再加上一点好运气 他成功在上半局跟住了石头的调动 也咬住了比分 而进入下半局之后 正确的战术再加上教练的鼓励 让耐良信心大增 手感也随之火热 竟然还得到了连续滚网的意外收获 此消比掌之下 石头心态受挫 状态逐渐脱节 中国队很快便迎来了极其不利的ICU开局 简单来说 能力是羽毛球竞技最重要的胜负因素 耐良付出了12分的能力 再加上幸运的眷顾 能够压制9分的石头其实也算合理 打到这里 石头可以说是相当的逆风 团体赛最不能丢的就是气势 而对手耐良的气势无疑已经压了自己一头 但是石头在赛后采访时曾说过 我不想让陈宇飞带着0比2上场 所以也许是友情的力量 也许是集体的信仰 接下来这个阶段 宝藏男孩石宇齐 再一次坚扛男单大旗 一颗逆风翻盘的种子在这一刻剧烈的萌发了 三平 石头从防到反 这场比赛 石头头顶区的斜线突击效果很好 因为耐良的防守注意力更多放在直线上 所以相应的 石头的头顶杀直线是吃过几次亏的 后面会提到 4比3 耐良继续高纸下压桥往大旗 打的就是气势球 石头再次稳健跟防 9换12 最终 石头侧身抓推未遂 低点回钩 反抢得手 本回合有双重伏笔 第一重伏笔 在前二十几拍中 石头不管是精力还是体力都消耗更小 正是前中段的养精税锐 为最后的一清二用埋下了伏笔 第二重伏笔 石头作为根防的一方 在前中段交出了大量膏条 逐渐麻痹了耐良的神经 也耗尽了耐良的精力体力 为最后被石头的甲条针钩所欺骗 埋下了伏笔 6比4 石头推过顶尖抓花膏 穿脚破防 一击折手 9比5 耐良企图转向平收球路 石头连续化解 假杀针钓得手 13比8 石头推过顶尖抓抛高得手 耐良的体力开始就摔了 同样路线的半机会球 刚才还能强抓一拍 这里却交出了反手抛高 耐良这个半机会球没有抓到 与其说他没有特意去预判 不如说他的精力体力跟不上了 接下来 敌解我赢 石头快速冲向21分终点 虽然耐良顽强挣扎 偶有追分 但落后过多 回天乏力 石头最终扳平大笔分 9比15 石头前后吊动 四级反控反抢 11比17 耐良卖力奔跑 连续下压抢网 12比17 耐良孤祝一致 搓出滚网神球 18比13 石头控网强攻 缅甸国球重现江湖 学平高 败石头 19比13 石头突发意外 苏碑球手齐滑倒 名牌递交惹中路 14比19 石头控网强攻 连贯斗网 妙手生花分高下 20比14 耐良反手蓝抽 东施孝平 陶姓男子眉头皱 最终石头顾鸡重施 前后调动 妙手压线定乾坤 此举总结 冰者鬼道也 能而是之不能 用而是之不用 切击施作重击 高球施作杀球 泄力施作发力 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重重变化 环环相扣 耐良纵使殊苦耐劳也难破石头的快变迷阵 同时 石头利用前后调动化解耐良的下压强网 耐良体力不支 力竭而败 石头斗志不斗力 进入第三局 石头又加强了前压手网战术 你不是很喜欢滚网吗 老子陪你斗到底 和前两局放网之后侧身抓推不同 第三局的石头放网之后 则是更倾向于右脚前压手网 防止手感火热的耐良控网得手 在石头的紧盯下 耐良仿佛身处一张巨大的控球之网 难以脱身 最终丢分 3比4 耐良突击 沙家放 石头反击 沙家推得手 同样是头顶去抓突击 石头的马来布明显 快于耐良的交叉布 这里与其说石头的体力更加容易 不如说耐良的体力更加紧缺 耐良的体能几点即将到来 5比3 石头又是前压手网 就这样 耐良对石头的压网新生警惕 于是6比3 在斗网中使出假放针推 成功欺骗石头 衔接重法力拼落点 非常凶狠 9比4 耐良犹豫抛高 石头见高反咬 耐良垂势见血 进入下半局 11比6 最终 石头又是一次头顶杀直剑 被打出对角 耐良的防守有预判的身份 这一分既是耐良赢在吃苦耐劳 也是石头输在旧伤的困扰 7比11 耐良很明显是识破了石头的前压手网战术了 又是一次假放针条骗过石头 石头则是在二次启动的情况下后仰强杀 正式摔杯为号 12比7 重法力拼落点 14比8 下压抢往第一方换成了石头 但石头火力不足 反而给了耐良轻松跟防 养精蓄锐的机会 石头走摔 耐良开始反控制 最终 石头又是头顶直线被反抓 接下来双方强攻熄火 形成愈发艰苦的相持 耐良再次延续火热手感 低点回缩出滚网神球 下一分耐良企图估计重施 加质量转进网 石头强势回缩反控 穿脚破防 一击得手 15比10 耐良走投无路 鼓住一致 再次戳出滚网神球 11比15 耐良反击 沙胶钩 二沙胶钩 石头咬牙回放 穿脚破防 一击得手 12比16 耐良一条路走到黑 再度滚网 全力把球砸向了自己的场地 非常凶狠 17比12 石头回放被抓 耐良已经把往前争夺 视作救命稻草了 值得一提的是 往前争夺不一定是斗戳球 下一分 耐良改错为推 幸好石头及时反应 比分来到18比13 石头九攻不下 耐良反控反抢 沙胶铺 石头快弹过顶 穿脚破防 一击得手 19比13 19比13 石头刹架放 右脚前压 抓扑得手 耐良 耐良显然是大势已去了 街头顶杀直线 未能挡出对角球 这是体力见底 放网未能警惕石头前压 且质量不佳 这是精力见底 正当所有人以为 胜局已定之际 石头却有点急了 连续丢分 气势急剧走衰 阿童也呼吸骤停 几近窒息 差点昏迷不行 注意胸 好前面有点疯了 好几个手 也不会啊 对 他们会啊 这都没有判断 杀 好球 直接在界内 跳 石宇齐在第三局比赛 这21比11 拿下了决胜局2比1 然后就漂亮 头顶剔对角线 头顶剔对角线 石宇齐 21比12 我们看到这一局 打得真的是太好 很有张法 石宇齐再一次的再 这样21比17 石宇齐拿下了决胜局的比赛 2比1的比分逆转 战胜了日本 墨局总结 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 假如说前面的石头 是胜于斗志不斗力 那在寸土壁争的墨局 就是胜于好勇斗狠 胜于能力压制 其实这样的结局 早在前两局就埋下了伏笔 奈良球商技术皆不如石头 只好用12分的消耗 来对抗石头9分的消耗 长此以往下来 自然难以为继 这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他在墨局体力不支了 其实最后几分真的很危险 因为石头的体力也开始见底了 幸好一开始 拉开的优势足够大 奈良连追几分之后 还是交出了犯错 感谢小石头 你信守了自己许下的承诺 中国球迷为你感到自豪 随着龙哥退役 石头现在已经是公认的 中国一单了 正所谓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石头好几次承担的责任 都即将超出自己能力的极限 但他还是咬着牙 帮助中国队拿下了一分 感谢中国队 拥有这么一位宝藏男孩 OK 感谢收看本期复盘 喜欢更多同类节目可以关注我 我是阿童 我们下期见 在关注我 Shake食肥UN 看回路下满下对 中余 county 我们下期见 在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 最后馆 下期见 中国历 我们下期见